新内阁不只面对美牛进口的争议 还有就是说服改革 是否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期待的问题 来看到 金正院长陈冲在今天中午出席台北电信展 媒体问资本利得税是否有新进度 陈冲强调资本利得税是非常技术性的事 希望新任的财政部长刘亦如在上任之后 能够征询各方意见 而在同一场合 包括远东以及A色集团的企业董事长 也都针对开征资本利得税表达相关意见 行政院长陈冲在参加台北电信展 面对媒体询问开征资本利得税时说 目前税制上已有资本利得的概念 问题是在于落实 其实我们已经是有这个概念在里面 是不是来落实的问题 所以在财产范围的资本利得 是已经法律上有了 至于股票市场的 就证券的资本利得 其实我们在那个基本税额条例里面 就是我们一般叫最低税负质的法律里面 已经有规定了 只是在公开上市部分 目前是免税的阶段 所以我想他们要讨论的大概是这一部分 开征资本利得税引发讨论 业者看法也各有意见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说 财政部可能要增加效率 让收支平衡 红基董事长王震堂则说 现在要看政府是要多收税 还是要定一个很高的税制 他建议政府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税制 才能照顾低收入户 新台电视官员开张元亭 台湾台北 参谱 来看今天的正式